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广部的数位人才网页 比如说我希望把数位人才这个底下的网页 整个全部帮我抓到哪里呢 直接抓到我的 Essale里面 那要怎么做 做法其实我想都差不多啦 1你要先有个网址 2的话呢你要去分析 分析我刚讲过F 12 Ctrl F 所以你回去啦反正你多找一些练习 多做几次你大概就熟了 你会发现这个网页里面有 31个Table 那我要抓的Table在哪一个呢你可以往下找 有没有他往下 那怎么知道有抓到你可以看啊他这边会 帮你 反反 帮你那个mark 起来 往下往下 所以 还没到 这个不是 这已经到25了 这个时候呢26 所以我这样26 那因为从0开始所以你要把减1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网页试着抓 抓下来看看 不过呢可能会有个问题 这个你找到这个Table里面 我后来发现了他抓下来还有点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 里面还有包一层 是什么 本来应该里面是直接TR 就他变成里面还有一层叫Tbody 所以变成你要抓可能你还要再 跳过 那个 Tbody 给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着用那个 改成IE物件 来抓取 网络上面的资料 那也就是说以后 只要 能够在浏览器里面被看到的资料 基本上 都是可以被抓下来的 只是说你要熟悉我刚刚讲的啦 至少HTML这个如果你 不懂什么 CSS Javascript 这个可能慢慢来了 至少你要对HTML 里面的基本标签 像一个网页里面的结构 拿一些标签 因为我们 抓网页上面的资料 都是主要是用那个 GetElement By Tag Tag的Name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 TagName的名称 假设不熟悉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抓不到你要的资料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然后 让我画一个 donc 好 让我画一个 伤心的 伤心的 那么 让你 当我上 伤心的